有个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去乐园 跟凡人一起去乐园 所以要决定耶稣到底死后去乐园 去天堂 有些人认为乐园是一个 waiting room 等候室 未去天堂 但因为耶稣说 父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所以祂是一个灵魂去天父那里 所以祂不是去 waiting room 祂是去天堂 而另外就是保罗 首先这个犯人他死了去乐园 耶稣已经死了 也就是耶稣已经承证救恩 犯人去乐园 保罗他都说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物都无比 他都是死了就去天堂 与基督同在 所以保罗死了都是去耶稣那里 所以这个犯人都是去耶稣那里 所以这两处经文都是 證明 不是有另一个地方叫乐园 就是在等候 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这样形容天堂 那里很快乐的 那里很快乐的 就是如果耶稣是去乐园 他不是去天父那里 父啊 现在释放我灵魂去乐园 这样交到我手里面 在他手里 就是来到耶稣神 天父那里 在天父的手中 所以他就不是去另一个地方 他是在天父的手中 就是说乐园和天父是同意词 同一样 是同一样 是同一样 不过就是因为释经 所以 这些释经又不是大问题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不会影响救恩的 有些是会影响人 比如说跌倒 比如灾线地堤 可以影响人跌倒的 因为我先都很简略地说到 因为圣经说到 就是 是保罗等到基督来的时候 降临的时候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他才和他相聚 保罗都是被提的 他和基督相聚的 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基督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大灾难之后 所以我们都经历大灾难 灾后被提 在基督废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